但把它點進去 這裡面可以看到它其實做的其實已經算是還蠻不錯 會有個預覽 告訴你說哪一些欄位 所以總共會有這些 1 2 3 4 5 6 6個欄位 那當然你也可以預覽一下 它這邊有個預覽 預覽一下 然後可以讓我們大概看到裡面的資料 大概就是裡面大概放的是什麼樣的型態 然後可以至少知道一下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有Pubnet ID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也就是一個公園 裡面公園 所以以後你可以把這些景點 假設哪一個公園 裡面可以去看哪些好玩的 當然如果它這邊有心的話 甚至是可以做一個那個什麼 類似像那種集點的 每個地方如果都全部跑過 可以贈送一個什麼樣的禮品給你 或者是什麼樣的獎勵 諸如此類的 那以這一題來看 第一個我希望怎麼樣 把資料 它提供的是一個Jetson的檔案格 所以你這邊有一個下載 那如果想要知道它Jetson的檔案在哪裡 我前面講按右鍵 你可以什麼呢 複製連結網址 當然因為直接如果下載的話 它直接就幫你download那個Jetson檔 然後按下去它這個Jetson檔就下來了 如果你希望在那個網頁上看的話 你可以把它貼上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打開來 那其中的話把它開其中一個 用那個我們上禮拜裝的 Nolivet Plus 把它打開一下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格式還蠻特別的 以後請各位注意一點 如果外面有中瓜糊的話 有中瓜糊 特別注意喔 如果在Python裡面有中瓜糊 它基本上可以把它拿來當什麼 當一個List OK List 基本上是中瓜糊的 開頭跟結束 裡面有大瓜糊 大瓜糊部分的話 它一定是一個Punknet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就一筆記錄 裡面的話分別它藍位名 一個Key 一個Value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結論還蠻特別 它基本上它是一個字串 可是你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處理呢 在Python裡面 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它轉 轉成什麼呢 把這個東西 也許你可以先把它當 一個List來看待 就是一個那個串列 那串列裡面又有那個Dictionary 有字典 OK 串列裡面又有字典 再把裡面的資料分開來 所以我的做法是這樣的 第一個 也許我們可以 如果它是一個那個串列的話 那我們可以利用對應的方法 這邊的話 我這邊是利用有一個方法 叫那個Evil 這個Evil的話呢 可以把原來的字串 切過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呢 我可以先把裡面的List先切出來 也就是說呢 先切出來之後呢 得到的是它一筆 一筆Rake 等於是一筆 這個Punk Name 假設這個開頭 那頭的話呢 在哪裡呢 基本上就是 這邊就是它List1 就是第一筆Rake 後面就第二筆Rake 第三筆第四筆 那也就是在List裡面呢 有很多個Dictionary OK 那所以呢 我先把List先抓出來 再去抓裡面的字典 Dictionary 然後呢 再去把Dictionary裡面的 我要的那個Key 抓出來之後 再找到它的Value KeyValue KeyValue OK 那當然喔 這樣講比較抽象 我是建議你也學一個方法 我習慣什麼 你可以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在這邊的話 可以用那個什麼 中斷點這邊 假設轉型之後 裡面到底放什麼 我不確定 那你可以用那個 除錯模式 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喔 我覺得它除錯模式裡面呢 也會把裡面變數 到底放什麼東西 比較清楚的讓你看到 所以把它執行的話 目前喔 程式執行完之後 它現在停 因為我這邊設中斷點 這一行還沒執行 所以那個Dictionary data 這個變數裡面 目前應該是空的 或者還沒產生 把它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如果我把這一行執行之後 那因為我這邊設一個中斷 下一行也設中斷點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經過那個Evil 這個動作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已經幫我把本來的那個什麼呢 本來的文字一個Stream喔 當我切割之後呢 欸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 Jetson Data 它告訴我喔 裡面呢 目前它是一個List 所以基本上 Evil之後把它切過來 欸 它就會是List 那在List裡面呢 放了很多的Dictionary 欸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那如果說你 List裡面有Diction 那你等於是第一步 先一個List 第二步再去把Dictionary 裡面的東西再把它抓出來 所以其實像這種抓資料喔 可能要分兩階段來 才可以完成 不過特別是喔 你一定要先分析好那個資料結構 裡面 不一樣的資料喔 可能你要用不一樣的方法 去做切割喔 比如說有些Data喔 它沒有List 沒有中刮戶 如果沒有中刮戶的話 你就不能用一樣的方法喔 你要先確定一下 它是不是一個List 是List你就先用List的方法去做切割 如果不是喔 像後面還有像PN2.5吧 後面好像有幾題 其實它沒有類似像這樣的結構 那你就不能用這種方法去做切割喔 那我們已經把它切割之後的話 再來針對什麼 針對它裡面的這個每一筆記錄 幫我抓到裡面的資料 所以呢 我可以怎麼樣 把第一筆記錄的資料怎麼樣 假設是一個228公元這些資料喔 我可以4一個回圈 把裡面的資料主筆拿出來 所以喔 如果希望把裡面的資料主筆拿出來的話 再利用底下的那個4回圈 抓到裡面第一筆記錄之後 再把它的PACNAME抓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喔 它就會把VALUE 就是228和平公園的VALUE 自動幫我放在PACNAME裡面 一個蘿蔔一個坑幫我把資料 全部都把它列出出來 所以如果我這邊呢 我把它恢復成原來不是出錯模式喔 我直接讓它執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裡面就會是類似像這樣子 我最後把它格式化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裡面看到結果是公園景點 然後呢 哪一個名稱 並且什麼後面其實有一個什麼 急功浩義房 把它串在後面的話 那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喔 幫我把資料先呈現出來 OK 那呈現完之後呢 請各位再做第二個練習 就是網路上的資料 已經抓下來之後的話 那如果一樣喔 我希望再幫我塞到資料庫 JasonDot to SQLite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裡面的Data 例如包含它的公園的名稱 它的那個就是那個景點名稱 等等的 總共會有六個欄位喔 也許可以試一下 假設我不是把它秀出來而已 我希望能夠丟到Data Base裡面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所以後面的話呢 假如資料可以抓得下來 那我希望喔 這些JasonDot 幫我呢 再丟到Data Base裡面 並且喔 再用Slay的方法 把資料再從資料庫裡面呢 再撈出來 這部分該怎麼做喔 那請各位呢 也稍微試一下喔 假設我要的部分是預覽裡面喔 那當然不是全部都要 我想這個 這個什麼 景點的名稱好了 還有呢 它的一個簡介 可能像營業時間應該都24小時 應該公園沒有說 它半夜不開放的啦 基本上應該都有開放 所以這個好像沒什麼意義 那還有圖喔 圖部分當然你將來可以配合 看圖的程式 可以把它再打開喔 那其他的話 大概也許假設我要Name跟Introduction好了 這兩個欄位 那假設我今天希望把它下載下來之後呢 並且幫我把它塞到資料庫裡面 並且可以顯示好了喔 類似有這種功能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下載部分喔 另外呢 再增加資料庫 資料庫我們 上禮拜也提過啦 首先當然第一個呢 我要先建議 就是 Import的時候一定要Import SQLite 3 再來的話呢 也許喔 我們必須利用 SQLite 3裡面的Connection 去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立一個 也許叫Pug.db的一個資料庫 那利用這個 這個Connection去連連結這個資料庫 就產生一個那個Con的一個物件 那物件的部分的話呢 再利用Cursor 產生一個那個Cursor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連結裡面的那個資料 資料表的部分 再來就是 下一個SQL語法讓它Excute 就是建立一個table 這個table名稱的話 也許叫Pug01好了 那我裡面呢 可能只需要兩個欄位 一個是它的名稱 我用Test 那Introduction的話我用Test 兩個都用那個文字 另外的話呢 我增加一個什麼呢 增加一個Lumber 這個Lumber當然不是用它預設的 我用Auto Increment好了 自動去編號 那裡面的話就把這兩個欄位幫我下載 其他不用好了 OK 假設應該其他可能不需要 那接下來一樣 我們把它執行 產生一個table之後 再來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一個資料 先建一個List 這個List裡面呢 先把第一個字典 Digital先抓下來 那裡面的話呢 我就分別 其實這邊基本上 這個丟這個動作其實 這個PugName其實可以不要啦 我們Open Time也不用 其實最重要的只要就是那個Name 所以這一行其實可以不用 可以把它mark掉 可以不需要 Name跟Introduction Open Time也不需要 所以其實就這兩個就好了 抓這兩個下來 OK 然後呢 再利用Insert into 幫我把這兩個欄位 幫我分別放進去 最後Commit 讓我知道會入成功 不過我剛剛跑了一下 發現真的有點比較久 可能因為資料量比較多 另外它的Introduction裡面 文字比較多 所以時間花的比較久一些些 但是還是可以 成功的把資料給印射進來 OK 另外呢 如果待會兒有時間 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剛剛有提過嘛 Exq 剛剛有教過那個Exq Many 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用成Exq Many OK 不過你可以要解決第一個問題 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進來的Pug 它是一個Digital 它是一個字典 那你怎麼樣把它變List 因為它要的那個參數 一定要是一個List 你不能給它一個Digital 也就是以後啦 它要什麼 你給什麼就對了 它就會Walk 但如果它要什麼 你給錯的資料 它就跟你講說 這個不是我要的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怎麼樣把Digital 變成List 其實好像前面我沒有講過 應該還有印象吧 在比較前面喔 我講過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範例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們一個Dictionary 鍵了 它一定是Key Value 一定是一個大瓜五在外面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它分開來 我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Dictionary 裡面點Keys 就是抓到它的Key 變成一個List 如果你要抓 主要是抓Value 所以Keys 是前面的欄位名稱 不是那麼重要 比較重要是它的 裡面的資料 所以呢 這個Dictionary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Pack Pack點Values 它不就怎麼樣 幫你把Dictionary裡面的值 放在List裡面 你將來就把這個List 一樣嘛 Append 那不就最後Append完之後 再塞到Database裡面 就OK了嗎 OK 你可以試試看 會不會這樣子會比較快一些 不過到底是快多少 這個還是要實證 當然你為了要實證 可能要很花時間 剛剛講的 我們都講過啦 只是說你要把它做出來 沒有Bug 應該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這就是一種訓練 以後不管網路上什麼任何資料 下來你都可以把它塞到Database裡面 那應該就是對的 或者是你可以轉出變CSV也可以啦 假設我今天我不要一個Database 我只是一個CSV你給我 或者寄給客戶 他就CSV打開就OK的話 如果你給他一個DB 他可能 那怎麼開 你還要再附一個什麼 SQL Live Browser嗎 那不是很麻煩 你給一個CSV他絕對可以開 所以也許你們待會兒 假如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的Dictionary 所以以後呢 Jason黨都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怎麼把Dictionary變成List 再用Excue Many 直接Insert進去 Park01好了 然後把Excue 那把編號名稱簡介呢 都把它讀出來 上面藍位名稱 然後呢分別用什麼呢 for row 列in這個Cursor 這個Cursor實際上就是一個Table 放在Memory裡面的Table 幫我把這個Table怎麼樣 一個一個的列出來 所以Row裡面012 012 所以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這裡面應該看到的 就是我們要的最後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的話 基本上呢 就一定是編號名稱簡介 編號就是我們給AutoIncrement 那把那個我們的名稱放進來 再來就簡介 這個還蠻有趣的 後面簡介其實我還蠻有興趣的 裡面好像有五六百筆這種資料 如果你可以把全台北市 這裡面每個經典都跑遍 而且把它打卡 打個卡 所以當然台北市沒有做這種事啦 不過如果你可以把這全部做完的話 其實也是不容易的 至少你可以對那些 好像什麼急功浩義坊 什麼東西啊 它還是牽涉到什麼流民船 OK 還什麼光緒四年的 那裡面的話什麼 228裡面還有蠻多這些東西 你可能也都沒有特別去注意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 順便可以來玩一個類似像那種 打卡遊戲之類的 蠻有趣的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就是把那個網路上的這個決勝檔 那我只有下載 特別需要我這邊是用EVO 這個EVO很重要 如果你將來的那個資料 你有看到喔 它下來的東西 長得像這樣 外面是一個類似 裡面是Dictionary 那你就可以用EVO來做 但是問題喔 如果你將來後面有幾題 Jason喔 它外面沒有中瓜糊 直接就是大瓜糊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EVO了 你用EVO會失敗 那你只能用Jason 直接去抓 OK 後面我們會再講喔 請各位試一下這一代 畫面先換給各位 練習一下把那個 就是 剛剛提的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公園景點介紹 這個地方把它下載 成那個 放在資料庫裡面 我這邊只有練習 用兩個欄位啦 當然如果你可以用我剛剛講的 你也許可以把Dictionary 分開 把它的Value抓出來 用isq-many 也許把每個欄位都 都都塞進去 欸 這樣其實也蠻快的 變成所有資料 這也是一個變化題 再來也許喔 你也可以把Jason 轉成csv 下載Jason檔 幫我write出去 其實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要寫出一個檔案 在Python裡面非常簡單 因為他直接什麼 把它用成W 輸出之後 把網路上抓的資料 直接中間加豆點 就把它輸出 變成 存成的檔案格是csv 這樣其實也是 一個練習啦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這些變化 你看有沒有辦法 快速的從網路上 撈你需要的資料 快速的轉換成你要 最後儲存的一個檔案形式 也許放這個資料庫 也許是放一個csv 這部分請各位練習看看 好